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孟遠 這次比賽可以拿到奧運2024巴黎奧運的紅牌 真的要感謝非常多人 一路上真的是 因為我是屬於冰上家庭 普通家庭 然後真的 要打得起這個運動的話 真的是一路上靠很多人的幫忙 然後當然 進入伏教隊之後 我的最感謝就是國訓中心 以及體育書 還有我們的是一些位理事長 他真的是很照顧我們 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爸爸跟我的教練 就是我的教練 對啊就是 從頭到尾都很辛苦 陪我這樣跑一跑去的 然後我中間壓力大的時候 還有一點給他發脾氣 對啊他一次都接受下來 就真的很辛苦 謝謝大家 來謝謝我們的團隊 謝謝趙老師 謝謝婉真 謝謝理事長 從頭到尾都這樣子陪著我們 但是讓我好像感覺好像無後腹之憂 謝謝 對啊 最後真的要謝謝奧會 謝謝 幫我們照顧他 這次拿這個銅牌 我要特別感謝一個人 叫做薛婉欽小姐 他真的是前兩天 他生日的時候 第一個願望 竟然是直接指名指名 到姓我的名字 說要替奧運拿牌 對啊 然後剛剛在打的時候 他還在一直從頭到尾都來念 南無阿彌陀佛 對啊 今天在這次奧運的決賽下 真的是從頭到尾都 給你得好辛苦喔 對啊 因為從來沒有什麼大的張力 下去比賽 其實下去打的時候 已經完全沒有技術可言了 就是完全有意志力下去打 對啊 然後前面一二名實在是 我本身我是覺得實際上 確實是還有差一點 對啊 所以我希望我回去之後 還能夠再跟努力 再加強 把自己整體的時機都再起來 再加強 再加強